水池裡漂浮著成群魚屍 有大有小 每隻都翻肚 宜蘭在大停電 當天下午才因為氣溫飆升 高溫曝曬 導致魚池水溫過高 魚群缺氧 造成吳郭魚 烏魚等魚類 熱死了好幾萬尾 咪不快牽起來 不然這隻狗 這麼嚴重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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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殖戶們花了好大功夫 才把熱死的魚群打撈上岸 到了班晚 卻又遇到全臺大停電 水車無法運轉 馬達旁圖停擺 根本無法打氣 再度重創養殖魚業 現在停這麼熱 人都不動 還要說是 那種營養的東西 房台有四十塊 沒有多少 現在又一次來 又停電 又四十塊 受到颱風重創的宜蘭養殖魚業 還沒恢復 現在卻又發生無預警跳電 養殖戶氣到跳腳 大概稀稀多少錢 我都高興了 人家居然沒有高興了 養蝦的民眾很無奈 瞎著缺氧悶死 沉入池裡 損失一時難以統計 而石斑魚池 如果停電超過兩個小時 魚群就會開始缺氧 池子裡的石斑魚 缺氧時間過長 都有活動力降低 受傷的情況 人家的所有的財產 都在魚群裡面 這個東西你說的 是叫人怎麼生活 因為現在宮殿已經恢復 但養殖戶的損失 卻求償無門 只能望天星探 直說真的是人禍 比天災還要可怕 記者林神 蘇一歡 宜蘭 採訪報導